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中共强制接种疫苗已到上心病狂程度 中共为了维持其所谓的清零政策 也就是说不让一个病人存在 正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接种疫苗 尽管这些中国疫苗已被充分证明无效 而且还有很多后遗症 实际上中国人现在很多根本不愿意注射这种疫苗 但是中共却丝毫不知道收利 反而拼命地在全国强行接种疫苗 目前中共已经要求所有12岁以上的儿童也得接种疫苗 中国的许多农村的80岁老人与外界根本不切除 甚至也会被防疫人员按住接种 所以网友们讽刺 简直就像对待猪一样野蛮 事实上中共始终把老百姓当牛做马 他们认为你需要接种就强行给你接种 而中国北部像河南河北山东的强行接种能更加离谱 以至于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式 那就是接种的医务人员与民众进行合作造假 也就是被强制的人 比如说他手心里夹一张钞票 一百块钱的钞票 翘翘地递给防疫的接种人员 然后接种人员现实地接过钱 塞进口袋以后就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 实际上注射的是蒸馏水 或者根本不注射 只是往胳膊上表面上试一下摆个姿态 然后就宣布结束 反正现在注射点也非常多 大家都心知肚明 河南河北山东人在这方面的勾结和造假能力也非常强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相信有钱能吃鬼腿磨 什么事情只要有钱都能办得好 这一点也是共产党员普遍所若爱的方式 就是说利用上级的规定来摸取私利 这比他们接种人更让他们欢喜 而且不仅中国共产党员如此 2017年我去越南旅行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越南海关公然地说会 比如说你过海关的时候会突然被索要健康卡 也就是标明自己注射过感冒疫苗 但是旅行之前我曾经问过帮我办理签证的代理人 他说不能够确认是否需要 他说有时候需要 有时候不需要 他说越南人就像精神病似的 你搞不清楚他是否需要 而办一个卡在中国需要50元 另外还要花费时间去排队 注射的流感疫苗其实也是假的 就是蒸馏水 或者有时候他根本就懒得用针头给你摆一下 你交钱他就把你的证件拿去 写一张所谓的防疫卡 我当时呢就是在离开中国海关以后 无法进入越南 只好出来走出海关 越南海关 然后呢我在路上呢拦住一个经常 看起来经常过关的商人 就向他求教 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 他轻松地说 他说越南人一会儿检查 一会儿不检查的都是为了熟悉 因为如果他规定必须检查 所有中国人或者越南人都注射了疫苗 都拿了那个卡 那越南海关人员就 还没有找到新的理由索贿 所以说呢他不检查呢 就让你觉得做这个 这个开这个疫苗证明没用 但是呢他又突然又宣布要检查呢 就比得你现场不得不掏钱 因为否则你回头进中国海关 再去这个搞这个疫苗证明 那是很麻烦的 所以说呢他就跟我交代 说你只要在护照里面 夹上50块钱 甚至20块钱即可 我当时简直难以置信 因为那是众目亏亏之下的 这个索贿或者这个付钱啊 而且呢肯定是一笔非法收入 怎么能够进行呢 但是我当时走投无路 也只好一言而行 在这个进入越南海关之后呢 我立即把20元钱夹在护照里 然后递给了越南的女官员 当然呢越南女官员一般都是共产党员 因为像这样的岗位一般都是共产党员 这名越南共产党员十分熟练的 一手打开护照 因为他好像知道钱在里面 我露了一点头 实际上所有人都能看得见 另外一手呢就是盖在这个钱上 然后呢就把这个钱往这个顺手往底下一拉 就拉进了他那个桌子里面的 底下的那个打开的抽筒里面 他身边呢有两个同事呢视而不见 估计呢是监视者 因为不能让他一个人毒匪 回头呢两个人恐怕心里面都在默默的锁着锁着 收了多少钱收了多少人的钱 然后回头呢大家一起分账 当然呢大头呢还要给领导分账 越南的这个海关呢还有一个环节 也是让人十分奇怪 就是说呢他已经拿了钱了办好了 随后呢他突然还要让你到一个小办公室 你到那个小办公室要等上几分钟 才有一个官员装模作样的走过来 他若无其事的看了我几眼 然后呢让我等了几分钟 说出的话我也听不懂 他说的是越南话 凭我的经验呢实际上他也是在等着我给他的一点钱 但我就是不给 因为我在中国有着类似的经验 直到这种情况下即使不给 他也会通过的 但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越南人跟中国人呢都有一种共性 就是他们认为呢反正只要卡卡你憋憋你 大部分傻瓜呢都会付点钱付个二十块钱五十块钱 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官员呢总是充满了恐惧 总觉得呢官员随时随时随地可能破坏自己 我当时心里就有把握了 我已经付了给你汇款 你不能再以为我所要的汇款 我的类似经验呢也是在中国获得的 我们大家知道在中国呢你要是买那个卧铺火车票的话 在中国城市一般那个火车站的窗口里面就可以买到 但是在县城以下的这个火车站 售票员去会告诉你要到旁边的办公室里面 有个家伙会假模假样的问你几个若无其事的问题 你到哪去啊你需要卧铺票 然后呢他就盯着你 仿佛等待你主动送钱 然后他有时候也会提示你 告诉你票不多了很紧张啊等等 实际上呢就是卖关子就是让你付钱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这个所谓 就是明明他作为铁路职员应该卖票给你 而且根本不需要到办公室里面去 但是呢我估计呢是中国小县城里面都普遍实行潜规则 因为那才是中国的农村和乡村小县城小镇 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 就是中国这个传统文化才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主导的主导作用 在那种地方呢大家觉得呢买张卧铺票呢 总得贿赂一包烟 或者给个十块钱二十块钱什么的 然后车站领导人呢这样搞惯了 所以他索性就把这个销售卧铺票的这个权力呢 抓在自己手里面 然后呢就可以每年能牢取不少好处 额外的好处 但是碰到我这种对腐败深恶痛绝的人 他们当然也认倒霉 因为他暗示 对他的暗示我根本就不理睬 我根本就好像假装不理解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他在试图索贿 最终呢他也会卖票给我 不过呢就是要耽误几分钟让你担心呢 我当时呢心里想着反正还有一个钟头 实在不行的话 如果你愿意跟我那样坐着耗上半个钟头的话 我再付个二十块钱给你 结果呢那个家伙呢只跟我 消耗了五分钟 就乖乖的把票这个卖给我了 把沃普票卖给我了 我估计呢他跟我谈话当中呢 也能听出来我的这个口音 因为我还是讲着大致正确的普通话 他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呢 见识比较多 他也当然他也担心 比如说收了我二十块钱的这个贿赂 或者说呢太明显的勒索 我回头打电话检举他 控告他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这个麻烦 因为至少呢比如说我打电话 给这个他们这个铁路局 或者这个铁道部 或者他们相关的上级某个部门 投诉一下 他们可能要付出几百块钱 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实际上所谓解释呢 就是请对方吃一顿饭 然后把几百块钱的这个红包塞给对方 那个调查官员 最后呢就不了了之 所以共产党国家呢 他的这个邪恶和腐败呢 具有通行 而且呢很多到过俄罗斯的人 知道这个俄罗斯的海关的共产党员 就现在的那些俄罗斯海关官员 以前的共产党员也好 通通都喜欢公然说会 就直接了当地问你要钱 据说俄罗斯警察对待 所有在俄罗斯境内的中国人 也是直接了当地问你要钱 不给钱就抓走 不给钱就难为你 不给钱就把你的箱子 行李搞得乱七八糟 所以呢这些国家的这个官员的邪恶 而且民众呢也普遍的配合这种邪恶 是几乎呢是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可能是沿袭了几千年的民族文化 或者所谓的国粹 在这里 谢谢观看